潤台集團 今天是基盤 股東會由黨署長王岐帆來主持 因為他沒有股東來發現 所以每天半點就開耍 不過媒體是比較關心 由這個潤台和保鞋 全導致的潤霞 導控 要下來藍三針修之後 現在帶來要怎麼樣 不過潤台這邊 現在是說的 冠軍跟原港在溝通 不過藍三針修的港會是說 剛剛就沒接到祖宏的搖牆 潤台的經營改戰都在這會 新興出席一年一遍的股東會 用股東交出九十九年 每一五年一頓一點五百塊成價 對比九十八年EPS是零點六六 營收到股里都比五年成長 不過前對倫台專導主委 倫香導控 北下藍三針修 金管會要求提出現金六十月 也有到工會留主談判 倫台時報收回應 我們是投資認證 有認證來跟藍三那邊做溝通 而且是 員工溝通都是我們倫台集團 最大的一個一個公司的文化 藍三國會是表示 倫台也是倫先公司 整個地方都說 願意跟工會溝通 不過這次二月 齊足批負貴一邊會 到現在工會都沒有機會 先投資 已經聽了很多遍了 那我覺得是口惠而實不治 因為員工的訴求 我們包括是希望能夠撤銷 對我們的提告 以及確認我們的雇傭關係 規劃我們的公基金 那這個部分其實都沒有任何的進展 工會還在給藍三針修 拿出生意溝通 在前對藍三的路主情義 留委會有哪發出新聞過 要要求藍三針修 股體是形成路 可保藍三保險 協助人員樂體的管業 變成這件跟工會來成事協想 前對藍三針修 沒有以法提交提供金 也已經再出33個活款 變成要求立客改正 記者要入臨這件台北報導